你帮我做什么呢 除了加总之外 它会多一个if 其实这个sumif函数呢 等于就是把sum跟if 等于是把它合并两个二合一的一个函数 就是你要加总之前 你要有个逻辑判断 所以呢 第一个如果要把销售部的 销售部的赡金加起来的话 那以往可能你要重新排序 把它重新放在一起再来加总 但如果说你不要排序 因为排序又乱掉 你要重新排资料 可能会重新排麻烦的话 那你用怎么了 用sumif 所以这边有个插入函数 这个时候呢 请你找到一个数学函数 里面呢 往下移动到sum 那sum的话呢 这基本上有个sumif 底下有个sumif sumif其实就是单一条件 单一逻辑 用sumif 如果说你的条件里面有好几栏 那你要好几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才去做加总的话 那你就sumif s 两者是差别 是一个单一个条件 是多条件 其他应该都差不多 概念 那我这一题刚好就是条件 所以按确定的话呢 它会跳这个条件 我刚刚选错了 sumif 所以选那个数学与三角 这个sumif 按确定 会有三个问题 一个问题 range 特别重要 range底下有个说明是什么 所要加总范围 其实是应该是 我觉得这翻译有点怪怪的 这个range应该是 就是所要判断那个条件的范围 意思就是说 我要判断什么 判断部门 所以记得range是部门 criteria是什么呢 它是销售 所以你打销售 那我直接引用B3好了 sum range是要加总的范围 所以sum range是奖金 好 如果选没选错的话呢 基本上 它就会帮你比较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窗里面 销售它会比对 如果是销售部 它可以加 这个会加 这个不加 所以这个跳过 这个就加 销售部 它会一个一个 帮你比对 就让你加起来 然后按确定后的话呢 答案就出来了 那开发的方法一样 所以你把公式复制一下 取消 然后呢 切到这边把它加 把B3呢 改成开发部 按个打勾 也就算不完 所以你会发现 利用三米福呢 可以帮助部门 的奖金加总 它会依据什么 如果那个 部门是 销售部或开发部 才做加总 底下还有一个是 销售金额 如果大于5万 才去加总 你会发现 这三个有 加总是这个 所以一样 交换数 使用那个 已经使用过了 Sive Range是条件 销售额 Criteria是 它的条件 特别就要 是大于5万 如果你有大于 小于等下 它会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一个条件 所以你看它钱 会帮你加 这个方语号 然后呢 Sive的话销售额 它是6个 我帮你加出来 这个比较简单的 那个Sive的做法 那接下来请 利用Sive 思考一下 另外开启的 另外一个档案 叫做 大力档里面的数学 函数里面的 教师研习时数统计表 那这个统计表里面 续折一 是数学老师 可能这个学校里面 20个老师 续折二的话呢 是入门教学 指的就是说 哪些老师有参加一期 哪些老师没参加一期 参加一次 那如果说 今天想怎么样 诶 王庆路老师 有没有参加 那以下做法看怎么样 下这边看一下 诶 有没有王庆路老师 没有 他再切回来 0个 李世元老师 有没有 有 1.5个小时 那大概 基本上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今天如果 我希望怎么样 用 刚刚的三米符 一致就帮我做完的话 怎么做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试一下 欧粉 无是 没 的 中